有名无实 韩轩子是春秋后期晋国的大夫 是晋国的六个青士之一 职位很高 但是他虽然处在高位 却没有实惠的收入 家里的六个青士之一 家里很贫穷 所以一直都很苦闷 有一天 他的老朋友书相来拜访他 书相和他同是晋国的官员 他一见书相 就向他诉说自己的苦闷 等他说完 书相哈哈大笑起来 不仅没安慰他 还站起身攻守向他祝贺 韩轩子很生气 就说我虽然是个青士 却只有青士的名声 没有青士的实际权利 家里还非常贫穷 你不安慰我还取笑我 向我祝贺 这是什么道理 书相 俗路却没有大福高 家里也很穷 但是他的德行却闻名诸侯 尽力辅佐国君 把晋国致力得很好 但是华无子的儿子 华恒子就和他完全不同 他骄横残暴 贪得无厌 不正当的财产积累了很多 德行和名声很不好 结果却也因为这个原因 遭受杀身之祸 他又说 我看你像华无子一样贫困 就想到您已经有了他那样的德行 所以才表示祝贺 你应该忧虑的是缺少德行 而不是忧虑缺少财产 韩轩子听了书相的话 顿时愁运消散 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必要 为贫穷而烦恼 于是就对书相行李说 多谢您对我的指教 要不我连自己走向灭亡 也不知道呢 中华成语小课堂 有名无实 正读 有名无实 是意 形容徒有虚名 空有某种名义和荣誉 却没有实在的内容 出处 春秋 左秋名 国语 静语 用法举例 现在 一些所谓的歌星 靠炒作出名 但是有名无实 音乐知识 懂得的 其实并不多 非常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